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楼市全面设立 有楼在手的和没有楼在手的都同样烦恼 To my or to my That is the question 究竟你是买入市 或是趁高出货呢 你个人的决定是很难的 不过如果你看看地产商的动作你就知道了 他们是全面趁机推出旧盘和新盘 原因在哪里不说自明 我回来再说 各位 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上网 但是现在有 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 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 它可以保护你的私人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 总共有5400个service 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 也不会影响你 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纸 关键词是 SAMNGX 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 可以全数退款 向你推荐 挺好用的 这个全面切纳 所有人买楼的成本就会低了很多 不用交这些引花税那样 还有连续安页 测试都取消了 或者叫暂停 本来就看你 月收入多少 供不供得起楼 如果一旦加息 超过两厘的时候 然后会是什么状况 你会不会被call loan 现在都不用做 简单地说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即使 谷总不够 你的入息不够 都有机会上到会 向银行借到钱 连压测试都不用 不用做 令到很多人心红起上来 又可以切纳 给第一笔钱不用那么多 你会有机会 本来上不到车 都变成了上车 那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发展商 轻轻轻地推出 新盘 而且是 大幅 优惠 大幅优惠 例如在 这个大报 叫做 美新你 一个新盘 很厉害 全面策略之后 就会 收到 有2000多张票 超额 这个登记 是 15倍 有30% 是A组大手客 来的 你知道他也是擠牙膏 这么推 72伙 加加买卖 有27%的折扣总和 有些买 收租 现金回赠 用各种名目 的优惠 去谷 南风地产 就说 撤赖之后 会刺激 一二手成交 对楼市 有积极 支持 作用 今年的美式 是见顶回落 机会是 甚大 对楼市有正面 刺激作用 预计成交量 会显著 上升 也就说 南风的一手盘 去预约参观 也会有 现金的优惠 还有 二手价 同样地 交途非常活跃 也有 业主去反价 市场最触目的 对买家来说 最吸引的 就是九龙东 启德维港一号 在预算案公布 当晚更新了第四 和第五号的价单 有一个11% 至12.5%的额外接口 另外 有些单位 两房户的单位 其中一个 在去年7月首次推出的时候 定价是1444万 经过多轮调整之后 设施价是降到 895万 实际降价是 24.6% 即将近25% 这是最触目的 另外 亦在相同地区 匯德峰推出的 另一个单位 有10个 提支 都是很多 考栏名目的 印花税回赠 扣除折扣回赠之后 价钱是735万 然后 还有 浙如冲的另一个 楼盘 有农年优惠 扩大到所有的单位 你看得到 撤压之后 确实 楼市 是出现了一个小阳春 刚才说 二手的 价 二手的 盘 都反价 反价 几十万 到 百万 不等 大家 都觉得 肯定是会多了人买 确实是 确实是会多了人买 因为你第一笔 是比较少了很多 又没有压力测试 所以 人们觉得应该去入市 但是你看得到 这么多的地产商 趁机优惠 而且折扣非常大 去到20-30% 去货 反映到一个问题 虽然 二手的 楼盘 的卖方 心仍是很红 认为是可以反价 会吸引到 那些人去买 但是你看得到 一手盘 全部是优惠 如果他看好后市的话 就是我这些普通常识 地产商看市 应该比普通市民好多 如果你真的看好后市的话 他们是不会大幅优惠去减价 去卖的 他不用用减价来促销 看好后市 你已经切了辣 已经比较少了 第一笔钱 那么多了 你有钱了 你就买 我为什么要用减价来促销 还要减幅 那么大 是不是 那些不是灼头 那么简单 那些确确实实是 真金白人 赚少了很多钱 即是说 减价去货 反映到 地产商 对后市 是 看淡 与此同时 当你有一手的楼盘 减价去货 的时候 惨了 二手的那些反价 不是减价 反价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你卖不卖得出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我昨天一条片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仍然有 大幅的虧价盘出现 是没有了几百万的 虽然你说那些个别个案 是hold了一年左右 已经没有了四百多万 虧价 那为什么 撤了纳之后 有财政预算案出出来之后 这个买家 都仍然忍痛 有人买就买了 就是宁愿虧价四百多万 有些人一生都找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又是看不到后市 就是 你看得到那些可能会比较 就是 譬如地产商都是一些精明的投资者 如果不做了地产商 又或者一般的市民 可能他是投资物业为生的 都是对于后市 是看淡的 所以 跟地产商一样 尽快将手头扎住的货出了 既然有人买了我就买给你 就 你接这个火棒 其实你会看到这个情况 令到 如果这个地产商 拼命推出 新盘也好 剩下的盘 用这个大幅 这个折扣的方式 令到二手 楼市 你是非但没有办法 反价卖得出 反而仍然会跌 因为你的市场价 是很厉害的 地产商 减价促销 你二手 怎会升 对于 那些移民盘来说 赶着走的那些来说 或者是 紧着一大堆物业 想趁机出货的人来说 你 如果不是跟地产商 这样大幅 减价 你是没法卖得出 一样是大家会踩死人的 所以现在 这种 亢奋的状态 所谓的小阳春的状态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能够 差不多了 价格 上升了一点 如果被地产发展商 去堆垮你的价格 上升了一点 别人看 中你的心仪的盘 即使没什么上升 你能够脱手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 脱手的 因为 他等着笔钱花 想着拿笔钱移民 我都说了 即使你香港没有了 几球也好 你那层楼几十年前买 来到英国都可以买几层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不在伦敦买就可以了 远一点 看看你落脚点在哪 一样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看得到 不少人 很两难 到底是买一个卖呢 卖的人 看现在地产发展商 这样去推倒市 这样去卖 大家争争去踩死人 对于二手楼本尼 的业主来说 其实是一个 非常 难搞的决定 原来 本来以为 减辣 我反价 可以卖几十万 甚至 上百万 差一球都差很远 但是 现在 这样倒下来 这个二手楼价 都是 建虹的 都是跌的 仍然是继续跌的 这样的状态会维持多久呢 很多人会说 等多两三个月 这个打鸡血的亢奋 可能就会停下来 因为 实际上 香港的楼市 很多经济分析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冷静一点 不是只是做楼盘的分析 而是做宏观的经济分析 香港的楼市的跌 不是辣不辣 的原因影响 香港楼市的跌 一直这样跌 跌幅去到二十几个三十个百分析 不是有辣椒的因素影响 而是整体经济出了问题 就好像有罗奇 所说的三大因素 本地的因素 中国的因素 和国际社会的因素 如果国际社会 就说美息 即是说美国加息 是否真是建底 你赌这一棵 究竟是不是赌得太大呢 第二样就是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因素 没有了中国的投资者 没有了中国的 热钱下来 香港的楼价是不会升的 本地的因素就很明显 看得到 香港的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都是令到香港楼市跌 这些基本的因素没有解决 香港的楼价是很难持续上升上去的 所以 这个鸡血效果 相信不是维持 得很长的时间 大家自己收拾吧 好不好 好 经历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的patreon 和深植有法的频道 多谢你收听 再见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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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